已独不回的恋人邱浩琪演傅黑反受瞩目视傅系久久无法平息情绪。 还是,三历周日偶像剧《已独不回的恋人》中邱浩琪跳脱阳光男,烟火了副黑的角色,特别是他与小勋在剧中被形容是一起沉沦的情侣,邱浩琪每每出场都是冷冷的表情,有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。 邱浩琪就笑说自己有这次演出经验后,发现挺适合演冷酷杀手角色,而一般演出反叛角色往往都会被乡民围攻,但这次邱浩琪所演出的星雨,不仅会被观众骂的私讯,凡有些是关心他表演状态的观众,像担心过度劳劳,担心他过度情绪低落,跳不回自己,这反应却让邱浩琪挺开心的。 邱浩琪很喜欢知遇和导演的作品《第三次杀人》,里面探讨了杀人的动机,也就是加害人如何有勇气去夺走被害人的生命,进而探讨有没有人,是不应该被生在这个世界上的, 因此在拍前还特别先做功课来诠释角色。 本周有段邱浩琪要是负的剧情,描述当他得知父亲以主理的财产分配,依旧偏心哥哥逢影,忠诚汉事,长期以来对于父亲尽忠,王道士,的不满让心中怒火再也无法压抑,对主定台前的父亲诉说为何眼里总是没有自己,情绪到激动处,声泪剧, 鼻涕直落,内心黑暗面一瞬间爆发,出手掐住父亲脖子,意图铲除眼前阻碍自己的敌人。 这场意暗黑,有杀气的拍摄让他拍摄久久不能平复,邱浩琪说,要让世亲这件震撼的事件呈现在眼前,绝对是相当战利的体验。 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平复颤抖的身体与麻痹的神经,特别是哭泄让眼睛红肿,都要等好久才能揭拍下场戏。 而邱浩琪本身跟剧中星雨的个性上竟有某些相似点,复杂,矛盾,量级的思维等,也难怪演绎起来特别容易入戏。 他说,毕竟每个人都有如此复杂的多面向性,星雨的故事刚好能够把自己被包藏在潜意识,可能不会被大家喜爱,但却真实存在的那一部分,毫无保留的展示。